作为一个现代人,她居然拥有超能力,这是你敢相信吗? 其实,她是这个世界上最著名的魔术师,也是万千少女心目中的男神,受无数人追捧。 在她的职业生涯中从未发生过失误,她的魔术至今无人可以破解。 在一次完美的演出之后,她回到公司,坐在沙发上露出了一丝丝微笑。 嗯,粉丝又长了不少,就在这时她的小蜜走了进来。 李耀先生,明天的行程已经安排好了。 下一秒,她伸了伸懒腰得意地说,太好了,可以休假了。 作为大众偶像,我可是对远离人群的假期充满期待呢。 第二天,她来到远离城市的森林里,她是一个非常喜欢大自然的魔术师,这里空气新鲜,还伴有着清脆的鸟叫声。 当然了,喜欢这原生态环境的不只有她,此时正有个不知名的妹子趴在树上。 这妹子喜欢动物拍摄,正趴在树上对着小黑金龟拍摄。 李耀正坐在椅子享受大自然,这里空气新鲜,还伴有着清脆的鸟叫声,再加上冰镇的可乐。 太完美了。 正当她美美地享受时,突然有只不知名的虫子飞到了她的脸上。 李耀下一秒直接炸毛,啊,什么东西啊,快给我走开了。 紧接着,她连忙用手抓住了这只虫子。 这可恶的东西,竟然擅自出现在我英俊的脸上,看我不整死你。 就在李耀准备向虫子下手时,突然听到有人喊了一声,住手。 你干什么? 下一刻,李耀停了下来,原来这只虫子已经被那妹子追了很久了。 看到这一幕令她非常愤怒。 这是很珍贵的甲虫,你居然想打死她。 你这是什么鸟人啊? 紧接着,妹子就伸出了手来,用强硬的态度把甲虫要了回去。 李耀背着突如其来的一幕整个有点蒙圈。 妹子临走之际还不忘噎她两句。 哼,我最讨厌你这种不爱护动物的人。 李耀则是一脸无奈,我躲到深山里,怎么也能碰到这种神经病呢? 三个小时后,太阳已经落山,刚刚那名妹子便是本番的女主。 她的名字叫闫宁,是一个业余的昆虫摄影师。 白天的闫宁研究完今天被救的甲虫,随后就来到电脑前查看今天拍摄的照片。 没想到白天她无意中拍到了李耀,闫宁看到是她,就瞬间引起了不适。 哎呀,我怎么把那个讨厌的家伙也拍进去了。 正当闫宁要删掉照片时,她发现有些不对劲。 那个瓶子是怎么回事?怎么会悬空着? 太奇怪了,难道是自己飞过去的? 第二天清晨,她抱着心中的疑问来找李耀。 片刻间,李耀打开了门,发现是昨天那个瘋妮子。 下一秒,她又快速地关上了房门。 我一定是被她认出来了。 她肯定是来要签名的,还是赶紧打发走算了。 随后开门说道,签在哪里? 严宁被她问得有点懵圈,回过神的她直接拿出昨天拍摄的照片。 我有点事情想不明白,所以来问问你。 你看看这个,我实在是太好奇了,你是怎么做到的? 李耀强压着怒火说道,你不知道我是谁吗? 李耀一把抢过妹子的平板搜出自己的百科。 看见没有?我是魔术师。 那只是我的障眼法而已。 不过严明并不相信,是吗? 但是,如果是障眼法的话,必须要有其他的辅助条件。 可我没有看见。 这时李耀却不耐烦了。 接着就对她摆摆手。 行了小姐,如果你能明白就不是魔术了。 我在这里度假,希望你不要再来打扰我。 李耀说完,就无情地关上了房门。 到了晚上,严宁还在思索可乐瓶的事。 那真的是魔术吗? 也不对啊。 一瓶可乐六百克,大概需要六恩的力,能承受六恩里的东西。 不可能看不见啊。 严宁无论如何都想不明白,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她将照片放到了博客,来等待网友的解答。 次日的清晨,她迷迷糊糊地打开平板,发现已经上了热搜。 不过都是她的粉丝留言,严宁还是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下一秒,李奥就找上了门,她一把扯下严宁帐篷的帘子。 气急败坏地说,这是你上传的照片吧? 快把它删掉。 严宁还没起床,她捂着被褥好奇地问,你是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 不过要删也可以,前提是你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 严宁的做法显然是触碰到了李奥的底线。 她呲牙咧嘴地表示,你不删我就强行和你打扑克。 李奥的话显然也是触碰到了妹子的底线。 下一秒,严宁就冲她二弟来了一脚。 随后穿起衣服,就跑出了帐篷。 李奥她二弟遭到了重创,反应比较迟钝。 下一秒,严宁突然被什么东西绊倒了? 她身体失控,就要摔倒了。 而且目测会被地上的树枝贯穿身体。 她看着那尖尖的树枝闭上了双眼,以为自己要完蛋了。 三秒过后她睁开了眼睛,发现自己神奇地悬浮在了空中。 原来是李奥,她在那千钧一发之际,强忍着二弟带来的痛苦,救了她。 你她奶奶的对我吓死手啊,可疼死我了。 你个笨蛋吓跑什么呀? 我现在是飘在空中吗? 好神奇啊。 这时李奥没有管她,先是利用魔术隔空拿到了她的手机。 将微博删除后说道,你可真是没事找事,尽给我添麻烦。 因为严宁刚刚下手太重,李奥决定也让她尝点小苦头。 她的手轻轻一挥。 严宁瞬间从空中跌落了下来。 此时李奥还不忘警告一番。 手机还给你,以后别让我再看到你。 如果你再烦我,当心你小命不保。 时间很快到了几周后,严宁在这期间也没闲着。 她查看了李奥的资料以及表演。 不得不说,这家伙的魔术还是挺精彩的。 可是那天的事,她究竟是怎么办到的? 这不符合科学依据啊。 莫非她真的有什么超能力? 看了一大堆她的资料,还是毫无头绪。 正在严宁郁闷之时,她的上司来电话了。 告诉她,今天公司约了李奥派封面杂志。 并给她一个近距离欣赏李奥的机会。 让她快点过去,严宁徘徊了片刻就出发了。 严宁来到公司,她的眼镜男上司正在门口等着。 交代完此次的拍摄要求,她就进去了。 严宁进来后,李奥看到她,脸色瞬间就黑了下来。 非常不屑地说了句,怎么是你啊? 事先说明,我是因为工作需要,才来这里的。 李奥没有理会,转身就走。 因为这是工作,严宁面对她的无视只能忍着。 现在到了拍摄环节,李奥开始整事了。 那边那位助理小姐,可以帮我拿杯咖啡吗? 严宁并没有多想,随后就端来了咖啡, 在她面带微笑给她送咖啡的过程中。 突然被一根电线绊倒了。 这好巧不巧的。 正好撒在了一旁同事的脸上,好在咖啡是冰镇的。 正好可以降降温。 下一秒,严宁连忙点头哈腰的道歉。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严宁却是接二连三的出错。 不是把东西撞倒了,就是自己撞到墙上了。 总之是不停地发生意外。 不一会的功夫,就把她累惨了。 就在妹子狼狈不堪时。 李奥露出了幸灾乐祸的表情, 接着就开始假观星。 你小心点呀,助理小姐姐。 李奥的话,让严宁瞬间就明白了。 我才不会轻易地狗蛋。 原来是你在背后搞的鬼。 西郊的宅子,是到了该去的日子了。 此时,李奥的封面拍摄也已完美收官。 严宁听到李奥提起了西郊, 他立马就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第二天清晨, 严宁早早地就来到一处别墅前。 原来是他调查到了李奥在西郊的房产地址。 严宁身为堂堂的一个自然摄影师, 为了验证科学, 都不惜将自己变成狗仔队了。 这时,李奥从不远处走了过来。 他怎么也想不到严宁就在这里偷偷看着他。 严宁观察得很仔细, 发现他带了一个很大的包。 随后,李奥来到了别墅门前喊道, 喂,我来了。 他进到阴森森的房间后说道, 这个月的粮食也给你带来了。 我说你能不能偶尔也出门晒晒月亮啊? 冰箱都空了呀。 这食物下的也太快了。 你什么时候能减减肥啊? 我很正常, 竟然在和一只肥笨的蝙蝠对话。 李奥嘲讽, 他胖的都要飞不起来了。 这蝙蝠立马就用行动打脸李奥, 虽然飞得有点失利, 但还算得上是一只蝙蝠。 下一秒, 蝙蝠发现窗外有人偷看。 随后李奥立刻打开了窗户查看, 妹子反应及时躲在了窗台下。 严宁躲在窗下, 此时的内心是一阵悸动, 刚刚那只蝙蝠竟然说话了。 我绝对没有看错。 好想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呀。 发现了不可思议的东西。 趁现在赶紧记下来, 妹子正想着等会再上去观察一番呢。 不料下一秒就被李奥发现了, 他被气得呲牙裂嘴, 臭丫头。 有意思吗你? 眼明眼看被发现了, 直接撒丫子就跑, 可李奥根本不给他这机会。 李奥捉住他不耐烦地问, 怎么又是你啊? 我只是路过, 然后听到有动静, 就过来看了一眼而已, 听到这样狡辩的话。 李奥瞬间炸了, 你这个死丫头, 我看你准备得相当充分, 你居然说是路过, 当我三岁小崽子了吗? 这时, 蝙蝠问李奥, 你每次来都很小心, 怎么这次没有用你的小能力, 先检查一下周围。 就在这时严宁好奇问, 它是什么东西? 李奥这时都快要崩溃了, 无奈的它, 只好开启敷衍演模式, 什么都没有, 是你眼花了。 刚才的蝙蝠, 只是我的一个魔术道具而已。 严宁显然不是好糊弄的, 它搜的一下来到蝙蝠面前, 你是什么生物? 真的是蝙蝠吗? 李奥在背后连忙示意它, 不要说话, 千万不要说话。 懂了吗? 蝙蝠和它配合默契, 嗯, 我懂我懂。 下一秒却是直接爆雷, 蝙蝠称自己是吸血鬼啊。 此话一出, 李奥瞬间炸毛了, 你懂个屁啊。 这不是暴露了吗? 白痴, 你告诉它这么多干什么? 本来可以糊弄过去的, 现在全都暴露了。 都怪你啊, 因为蝙蝠的大意, 令李奥狠是抓狂, 它怪罪完这只小吸血鬼扭头就看向妹子。 现在, 你还想让我饶了你吗? 实话告诉你, 来不及了, 我们不会放过你的。 你知不知道现在是什么状况啊? 我居然亲眼看到了吸血鬼来。 神秘的未知物种啊, 这对生物学界会产生多大的冲击啊? 我看它还算细皮嫩肉的, 不如你吸干它的血吧。 蝙蝠表示自己有原则, 下一秒就挣脱了它的束缚。 蝙蝠紧接着就飞到了 严宁面前, 吸血鬼先生, 请问您有多少岁了? 我快五百岁了吧? 果然是长生不老啊。 要不这样吧, 我们找个地方好好聊聊, 作为答谢。 我带您去吃一家很美味的甜品和毛血旺。 这肥胖蝙蝠听到有好吃的立马同意, 还夸赞严宁人不错, 此时李奥简直就要被欺诈了。 这个女人, 要给我适可而止。 早知如此, 我在森林里就该把你解决掉。 先不要这么激动好吧, 我还没问完呢, 你们是什么关系? 既然你知道了这个秘密, 你就要付出代价。 你今天出不去了。 李奥话刚落阴, 就一把举起了蝙蝠。 你不是想深入了解这家伙吗? 那你就好好看看她的眼睛。 睁大眼睛, 你给我看清楚了。 下一秒, 严宁突然感觉好头晕, 她感觉快要失去意识了。 她脑子灵机一动, 一把将李奥推开了。 紧接着, 她就倒地不起了。 这一幕令严宁有点懵圈。 你没事吧? 我并没有用力啊, 怎么会这样子呢? 喂? 李奥的助理小姐吗? 李奥在我这出了些状况, 你赶快来。 在蝙蝠的求助下, 李奥被及时地送到了医院。 两个小时后, 李奥醒了过来, 她睁开眼就问秘书自己这是在哪? 李奥先生, 您刚才晕倒在了您好友家中, 检查并无大碍, 只是新陈代谢略微偏高。 原来是这样啊, 这一切都怪那个女人, 本来可以清楚她记忆的, 就差一点点, 那女人简直就是扫把心。 自从遇到她, 什么事都不合心意。 李奥不知道的是, 此时严宁正在门口站着, 并且听到了她说的话。 严宁思索了片刻, 觉得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造成的。 下一秒就走到她面前道歉, 李奥并没有接受她的道歉。 只想以后不要再见到她, 接着就气冲冲地离开了, 就连剩下的检查项目都没有做。 严宁第二天又来到了西郊别墅, 正当她犹豫要不要冒昧上前打扰时。 蝙蝠突然飞到了她身后, 吓了她一击灵。 你在干嘛? 你怎么知道我来了? 你也有侦测的能力吗? 蝙蝠告诉她, 我家可是有监控的。 随后严宁递给了蝙蝠一个小药瓶, 说对李奥的身体有好处。 那天推倒了她, 心里十分过意不去。 还有, 顺便再让我多了解你一点吧。 很快就好, 就耽误你一点点时间。 就在严宁以为自己可以对蝙蝠深入了解时, 不料李奥突然出现在了她身后, 并且很不耐烦地说, 要和妹子好好谈谈。 李奥把严宁带到房间后, 就让她开个价。 这小子显然是想拿钱摆平。 他问严宁多少钱才答应不再出现在自己面前, 李奥财大气粗, 不过严宁根本对钱没兴趣。 下一秒, 李奥拿出一张十万的银行卡, 可是严宁依然不为所动。 紧接着, 李奥就甩在了她脸上。 还在不停地加码, 十万, 二十万, 三十万, 严宁的自尊心被无情地践踏, 下一刻就直接炸锅。 你给我住手, 我不要你的臭钱, 我要的是科学的解释。 还是那边的全新物种, 对这个世界来说是多么重大的发现啊。 我不管你怎么认为, 总之你不可以再打扰我的生活。 严宁对这话很不理解。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通情达理呢? 到了这个时候, 就连一旁的蝙蝠都看不下去了。 只见她尾巴轻轻一挥, 送进了嘴里一颗红色药丸。 下一秒, 轰隆一声出现了一团白色的烟雾, 随后, 她就变成了一名紫发帅哥。 我说这位小姐, 你们不要争辩了, 还是听我说两句吧。 这一幕, 直接惊呆了严宁。 你是谁啊? 我就是你说的新物种。 原来电影里的吸血鬼变成帅哥, 竟然是真的呀。 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我就告诉你想知道的事情。 严宁犹豫了片刻, 便答应了她。 随后, 她就凑到了严宁面前, 我想让你当我的仆人。 听到仆人二字, 严宁瞬间粘罢了。 不过为了科学, 做一些牺牲也是值得的。 严宁勉强答应了她, 下一秒她拿出了一条宝石项链。 紧接着, 将她的血液滴在了项链上面, 并告诉严宁, 这个就当作是见面礼。 下一刻, 紫色的项链瞬间就变成了鲜红色, 并叮嘱严宁, 这个项链你要一直戴在身上。 从此, 你不能做出违背我意愿的事情。 以后我需要的食物和游戏, 还有最新饮碟, 你都要按时送到。 她见严宁同意了自己的要求, 下一秒就又变回了原形。 这一刻李奥却感觉她玩过头了。 蝙蝠胸有成竹地表示, 你就放心好了, 有我的项链在, 一切尽在我的掌控之中。 就在这时, 李奥的手机来了条信息。 蝙蝠问道, 是来活了吗? 是的话, 就带她一起去吧, 说不定可以吓跑她, 就不会再来缠着你了呀。 李奥一脸不屑地对严宁说, 你不是想知道我的秘密吗? 那就跟我来吧。 严宁在临走前还不忘把药交给她, 这个药是给你的, 对你身体有好处。 不料李奥毫不领情, 转身就走。 十分钟后, 李奥他们来到了一处高楼附近。 他直直地看向前方的高楼, 严宁好奇地问, 你在看什么呢? 不料他的话刚刚落音, 前方的楼顶处就传出了救命的呼救声, 救命啊! 楼顶的金发少傅拼命地大喊救命。 周围的路人也听到了他的声音, 上面发生什么事了? 就在众人蒙圈之际, 阳台上的金发少傅没有站稳, 滑出了护栏, 眼看着就从百米高楼摔下去了。 严宁被吓得目瞪口呆, 此时李奥也顾不得周围人群了。 在这危机时刻, 李奥果断出手。 他利用魔法让金发少傅停止了掉落。 下一秒就神奇地又反弹到了阳台之上。 刚刚那神奇的一幕被路人看得清清楚楚, 纷纷议论刚刚那是怎么一回事。 那个人刚才是漂浮在半空吗? 不会是灵异事件吧? 下一秒, 严宁惊奇地开口了。 这是魔术节目, 不是什么灵异事件。 严宁的话刚刚一出, 瞬间就把周围的路人吸引到了身边。 各位, 刚刚的表演是不是很精彩啊? 这是场事先安排好的魔术表演, 那是谁在表演啊? 当然就是大名鼎鼎的李奥先生。 这些路人都是李奥的脑残粉, 听说是他在表演, 脑残粉们迅速将严宁围了起来。 问他李奥在哪? 下一秒就有名学妹在大喊。 各位, 我刚才看到那边有个穿西装的人, 好像是李奥先生。 我们快追吧。 见他们都撒丫子走了, 严宁扭头就向李奥炫耀。 怎么样? 我是不是财思敏捷, 临危不拘啊? 我这绝对算是一流的临场应变能力。 这严宁确实拥有一流的应变能力, 人都不见了他竟然毫无察觉。 此时, 李奥已经来到了刚刚出世的少傅家里了。 他走到少傅身边发现他已经晕了过去, 不过这样也好, 会给他省不少的麻烦。 下一秒, 严宁也赶了过来, 随后就怒气冲冲地问他, 你果然在这里? 我帮你解了围, 你居然一声不吭地就丢下我。 此时他开始询问少傅的情况, 那位小姐还好吗? 真搞不懂他为什么要跳下去。 这时, 李奥迅速躲到了阳台, 严宁还不知危险, 正在向他靠近, 而他还在问个没完没了。 下一秒, 突然有团黑色神秘物体向他偷袭。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李奥瞬间挡住了偷袭, 并且就吓了严宁。 紧接着李奥微微一笑, 哼, 你以为这样咬就能伤得了我吗? 随后, 他的胳膊轻轻一挥, 并猫就被击退了数百米。 片刻后, 并猫被气得呲牙咧嘴。 你们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妨碍我? 本人魔术师李奥, 你给我记清楚了。 李奥趁着对话的间隙, 迅速查看严宁有没有受伤。 确认他没有受伤后, 李奥果断地推开了他。 没事的话, 那就给我待一边去。 不要妨碍我。 在李奥和严宁对话时, 并猫迅速藏了起来。 你以为藏起来就行了吗? 别以为我没办法把你揪出来。 下一秒, 只见他伸出双手, 房子里的所有物品家具 全都漂浮了起来。 李奥使得玄空大发果然好使, 病猫躲在花盆 被他硬生生地逼了出来。 紧接着, 就把尿壶扔了过去。 病猫被尿壶击中, 顺便还洗了个尿水澡。 随后, 他就现出了原形, 被气得呲牙咧嘴。 太可恶了。 我饶不了你喵。 我还以为是什么妖魔鬼怪呢? 原来是这么个小玩意啊。 既然你不服, 那就试试看吧。 片刻过后, 李奥顺利地将病猫控制, 将他绑起来后, 就开始审问。 小家伙小杂猫, 你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我可以不惩罚你。 不过, 你得先给我说说, 你为什么陷害那位小姐? 如果不说的话, 那就一直这么挂着。 严宁又见到了一只新物种, 在他进行笔记时才明白, 那名少妇跳楼和他有关系。 李奥表示, 这家伙, 已经闹了好几次恶作剧了。 这次居然还想闹出人命。 到了这步田地, 病猫又放出豪言, 你别以为这样就可以困住我。 就在李奥分神之际, 病猫突然变成一条黑色的雾。 瞬间就把李奥束缚了起来, 并且露出了痛苦的表情。 紧接着, 他就倒了下去。 这一幕, 直接把严宁吓坏了。 此时李奥感觉使不出力气, 严宁壮着胆子, 就要向前帮他。 可恶。 这种黑雾, 也是一种超能力吗? 我该怎么救他吗? 这一刻, 病猫非常得意。 臭小子, 这就是你多管闲事的下场, 哈哈哈哈。 这时严宁突然被病猫偷袭, 被撞飞了出去, 落在了一旁的杂物堆上。 下一秒, 病猫得意地慢慢向李奥靠近, 臭小子你, 给我乖乖受死吧。 哈哈哈哈。 今天我让你也尝尝痛苦的滋味。 就在他痛下杀手一掌打下去的关键时刻, 李奥却神奇地不见了。 紧接着, 他身后就出现了一个亮点。 这只笨猫追着亮点到处乱扑。 原来是严宁, 他刚刚摔在了杂物堆, 无意中捡到了一只激光笔。 他抱着赌一把的心态试了试, 没想到还真管用。 接下来, 他把病猫耍得团团转, 到处乱扑。 此时的小猫咪已经被他折腾得没有了体力。 严宁眼看时机差不多了, 就一把抱住了他。 小猫咪, 你乖乖地束手就擒吧。 我抓住你了。 严宁刚刚高兴过早, 此时病猫又化作成了物状。 随后, 就出现在了上空, 接着就要攻击严宁。 下一秒, 李奥就听到一阵惨叫声, 这可把他记坏了。 喂? 你怎么了? 就在这时严宁突然变得诡异起来, 他的眼神和表情都透露着煞气。 随后伸了伸懒腰, 这具身体还不错吗? 想不到那只病猫附到了严宁的体内。 此时李奥表情痛苦, 正在吃力地挣扎。 下一秒病猫就来到了他身边。 你看起来味道还不错哦, 我正好有点饿, 不如你懂得哟。 我劝你别靠我这么劲, 否则我一定会让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你就给我当点心吧。 要乖乖的, 我说过别靠这么劲的。 蠢货, 此时病猫懵圈了。 吃他娘的是怎么回事? 你这兔崽子应该解不开才对啊。 呵呵, 你哪来的自信认为我解不开这玩意? 病猫这一刻感觉情况不妙, 接着迅速后退, 李奥可不会给他逃跑的机会。 迅速就抓住了他的爪子。 别着急跑啊小猫咪, 我话还没说完呢, 你还真是帮了我一个大忙啊。 复身这招, 是你做的最错误的决定。 你这么喜欢乱窜, 刚才那种灵体状态还真不好对付。 现在目标这么大, 我好抓多了。 哼, 我只是复身到这个女人身上而已, 随时都可以离开的。 若是随时都能离开, 你就不会这么急着跑了。 你已经没有力量从这具身体里出去了。 刚才你为了困住我, 你已经损耗殆尽了。 到了这种地步, 病猫显然是吓尿了, 连说话都不利索了。 你别乱来啊, 你就不怕我对你女朋友做什么吗? 李奥表示, 严宁不是他女朋友, 因为自己的品位没有那么差。 就在他俩斗嘴时, 不料昏迷的少傅醒了过来, 看到他们的姿势瞬间炸毛了。 你们是谁啊? 怎么能在我家客厅里做这样的事情, 连去卧室的时间都等不及吗? 病猫看到少傅醒了过来, 这令他更加暴躁了, 我要杀了你。 李奥死死地抓着病猫向少傅解释, 你今天早上接到一个匿名电话吧? 电话里提醒你注意安全, 有事情发生。 嗯, 确实有这事, 那个打电话的人还说会有人来保护我。 你快来确认一下, 你以前养过猫吗? 是不是长这样的? 少傅一脸莫名其妙, 这不是人吗? 怎么会是猫呢? 紧接着李奥让他碰他一下, 说不定能想到些什么。 此时病猫反应非常疯狂, 不许碰我。 你这个大骗子。 下一秒, 少傅的脑子里浮现出了往事的画面, 骗子。 你明明对我说过。 骗子。 你明明对我说过, 不管我在哪里, 你都会找到我的。 骗子酱你在哪? 快出来不要躲猫猫了。 原来你在这里啊, 被我发现了。 你躲起来是没用的, 不是都跟你说过了吗? 不管你在哪里, 我都会找到你的。 原来这只病猫是少傅养的宠物, 他们的感情非常好。 然而在有一天, 少傅去扔垃圾, 他告诉病猫去扔垃圾, 马上就回来。 病猫也听懂了他的话。 可是少傅走后, 他在家里左等右等, 就是迟迟等不到少傅回来, 焦急的他私自开门走了出去。 为啥今天这么慢呢? 到现在也没回家, 走廊上也没人。 还是去楼下看看吧, 说不定能碰到他呢。 病猫出来后, 在空无一人的街道找了几圈。 累得他气喘吁吁, 肚子都饿了, 依旧没找到主人。 当他回来的时候, 发现房门已经关上了。 此时病猫还以为是主人已经回家了, 于是他在门外不停地叫, 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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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人你回来了吗? 我在外面呢。 下一秒就走过来两个大舌头。 哎呀, 这家的小姑娘怎么把猫关在门外呢? 刚看到他拎着包机匆匆地走了。 不会是抛弃他了吧? 很可能就是这样子。 不料他们两个人说的话, 听进了病猫心里, 随后就伤心地准备离开。 随后他又想到了少傅之前对他说的话了。 主人说过, 无论我在哪里都会找到我的。 还是找个地方等他吧? 就这样定了。 病猫想到这, 就找了一处视野宽阔的地方等着少傅来找他。 就这样, 他在这里一直等待着。 无论刮风还是下雨, 他都没有换过地方。 一连几天下来, 他的身体以及心理终于吃不消了。 我真的被抛弃了吗? 少傅看到了他的记忆, 这时病猫的内心还没有原谅他。 哼, 你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 等我恢复了体力再干掉你们, 反正你已经忘了吧。 紧接着, 少傅捧着他的脸焦急地问。 你为什么会知道我对橘子酱说的那些话? 随后李奥告诉他, 这些画面都是橘子酱的记忆。 知道了这一切的真相, 少傅瞬间泪流满面一把抱住了病猫。 原来是你啊橘子酱, 你终于又回到我身边了。 我真的好想好想你啊。 少傅抱着病猫痛哭流涕, 而病猫却不以为然。 放开我, 你这个大骗子, 你现在是想讨好我吗? 我才不会上当呢? 没错, 我是大骗子, 我说过我会找到你, 但是, 那一天我却没能找到你。 这时, 少傅开始讲述那天的误会了。 我回来了橘子酱, 不好意思啊。 刚才碰到同学聊了几句, 没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 回来晚了。 橘子酱你在哪呀? 难道又躲起来了吗? 正在找病猫的时候, 她的闺蜜来电话了。 原来是他们约好了明天去小日本旅游, 不料因为某种原因要提前一天。 就在收拾东西的时候, 还在抱怨闺蜜, 日期改了也不提前说一声。 随后, 她就拉着行李箱出门了。 刚走了没几步, 就想到了一件重要的事。 橘子酱的猫粮, 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给忘了? 想到这她就急匆匆地又赶了回来, 正好碰到那两名大舌头。 这个时候, 她刚刚错过病猫离开, 随后就把猫粮放在了门口。 橘子酱, 这两天你要好好待在家里, 等我回来, 再做一顿大餐给你吃。 少傅把病猫的食物准备好, 放在了门口, 接着就离开了。 几天后, 少傅开开心心地回来了。 我回来的橘子酱, 买了你喜欢吃的零食哦。 奇怪, 怎么没有出来迎接呢? 橘子酱, 我回来了, 你快出来啊。 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猫粮还是满的? 找遍了每个角落都找不到, 难道是跑出去了吗? 都是我的错, 当初我不该急匆匆地走掉。 等我发现你不在家时, 就拼命地找你。 你熟悉的每个地方, 每一个角落我都找过了, 可是我却又犯下了一个错误。 这不是住在我楼下的姑娘吗? 你啊, 别怪阿姨多嘴说你。 你要养宠物, 就要负责到底啊。 平历时兴起可不行了。 听到这话, 少傅还有心蒙圈。 我没有不负责到底啊。 难道不是吗? 你家的猫, 不就是这样被你抛弃的吗? 把猫关在门外面, 主人却自己走掉了。 看见他在门外喵喵叫, 真是心疼啊。 最后伤心地自己跑掉了呢。 当时少傅听到这话瞬间炸了, 急忙询问他往哪个方向跑去了。 随后, 少傅告诉了他大致方向, 少傅也顺着方向找了过来。 果不其然, 确实有了线索。 此时他听到环卫工人在抱怨些什么。 能不能别叫我处理这事啊? 我家也是有宠物的。 看见这小家伙变成这样也挺心酸的。 讲到这, 那名环卫工人就把病猫包了起来, 准备丢进垃圾车。 看到这一幕, 少傅瞬间就站不稳了。 他颤颤巍巍想伸手想要阻止。 不料因为过于激动, 下一秒他就晕了过去, 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因为我的过错而失去了你, 你回来报仇我也能理解。 所以, 我接受惩罚, 对不起橘子酱, 话都说到了这个份上。 也解除了误会, 知道自己不是被故意抛弃的。 本性不坏的病猫也就原谅了少傅。 可是, 把你害成这样, 弥补过错也是应该的。 没有什么要弥补的, 我这还是第一次摸主人的头嘛。 想了想, 其实我也有错, 当时我不应该乱跑的。 不过现在误会解除了, 因为你并没有抛弃我呀, 我也没理由再恨你了。 知道这个我就很开心了, 你在最后还是找到我了呢。 再见了我的主人, 事情讲到这, 病猫就要升天了。 病猫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局, 同时也解决了他与少傅之间的误会。 很快来到第二天早晨, 由于昨日病猫的附体, 后来严宁晕了过去。 现在才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他在床上睡了整整一天一夜。 醒来的第一句话便问那只猫呢, 李奥告诉他病猫消失了。 这里是蝙蝠家里, 之前的事都解决了。 不过虽然解决了那只猫腰, 但是新的猫腰却诞生了呀。 就在这时他突然睁大了眼睛。 随后叹了口气, 吓死我了, 原来是个梦啊。 下一刻, 严宁坐了起来, 感觉脑袋昏沉沉的。 接着就摸了摸脑袋, 发现头顶并没冒出耳朵来, 这才松了口气。 探究科学的道路还真是坎坷呀。 这件事情还得从一天前说起。 解决完病猫后, 严宁确实昏迷了过去。 当他醒来后, 照着镜子发现脑袋上长出了猫耳朵后, 直接懵圈了。 李奥条砍道, 那只猫似乎很喜欢你, 一部分灵魂残留在了你体内。 你说什么? 残留? 现在也只能这么解释了。 因为这种案例实在太少见, 我们也在调查中。 听到这话严宁瞬间被吓哭了, 那我一辈子都这样了吗? 蝙蝠看严宁, 情绪非常激动, 便提醒他闻一闻上次送他的项链。 那项链带着浓浓的香味, 下一秒他脑袋上的耳朵就神奇地消失了。 不过蝙蝠说, 并不是完全消失。 随后, 他就拿出了一个大喇叭, 冲着严宁大喊了一声, 紧接着蝙蝠告诉他。 那香味的作用是压制猫的灵魂, 只要闻一闻这味道冷静下来, 耳朵就会消失。 不过受到惊吓, 它还是会冒出来。 这一点, 你以后一定要注意。 严宁回忆完昨天发生的事, 暗暗下了决心, 自己绝不能退缩, 虽然道路坎坷, 但一定会从中找到解决的办法的。 就在这时他的手机叮铃响了一下, 原来是李奥发来的信息, 他让严宁立刻过去, 地址在某某咖啡厅。 此时, 李奥已经早早地到了咖啡厅。 由于严宁妹子在家捣吃了一番嗤嗤不到, 不一会的功夫, 李奥就喝着咖啡睡着了。 一小时后, 严宁悄悄地来到了他身边, 李奥先生, 你在干什么呢? 因为严宁突然冒出, 不料直接吓了李奥一个大机灵, 严宁吓一秒, 急忙道歉。 因为李奥被吓得大叫一声, 也成功地吓了他一机灵, 就连头顶的耳朵都冒出来了。 因为严宁不能受到惊吓, 他连忙提醒李奥, 安静点, 别吓嚷嚷, 我的耳朵都被你吓出来了。 随后李奥让其坐下, 称自己有话和他说, 以后你可以出现在我身边了。 听到这话, 严宁喜出望外, 李奥让他先别高兴太早, 随后就拿出了一份协议, 让他签字。 其内容是, 没有李奥的允许不能见面, 在他需要的时候, 要随叫随到, 等等众多条款。 看了协议后, 严宁炸毛了。 喂? 你这是什么协议啊? 慢生气吗? 哼, 要不是上面让我看着你, 我还巴不得咱俩没关系呢。 你愿意签就签, 不签, 今后我们就不用见面了。 听到上面两个字严宁心响, 科学研究本来就需要常人不能忍受的努力。 想到这, 他眼睛一闭豁出去了。 随后就果断地签了这份不平等条约。 下一秒, 他抬起头发现人不见了。 身体的本能反应使他窗外看去, 正好看到他和顶峰快递小哥在外面。 他捂着头顶的耳朵, 还有些好奇, 他要在咖啡馆门口寄快递。 难道是有什么秘密吗? 时间很快到了15天后, 那名顶峰快递小哥来给李奥送快递包裹了。 小哥进门后, 将包裹放在地上李奥问他, 调查的如何了。 今天找到了确切线索, 发现所有受害者都去过同一间酒吧。 地上干掉的血迹, 又是不明原因的坠楼。 后来我还是到事发现场看了看。 我四处寻找了一下, 最后在一处墙角, 果然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 这些是各个现场搜集到的信息。 这个酒吧的名片出现了很多次。 李奥见找到了地方, 立刻就要去查个明白。 顶峰小哥表示自己先去。 等确定了那里没有了不可控因素后, 再和他联系, 随后就离开了。 我确定了那里没有不可控因素后, 会跟你联系。 顶峰小哥走后, 李奥突然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紧接着, 他也准备去看看。 半小时后, 小哥来到了那间酒吧门外。 随后, 他就顺利地潜入了进来。 观察了一番后, 看到地上有类似于颈盖的东西, 很可疑。 掀开后发现, 这竟然是一条通往未知地方的门。 小哥犹豫了片刻, 最终决定以身视险, 下去看看吧。 小哥不知道的是, 他身后正有个长相躯黑的玩意, 在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并且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片刻后, 小哥才明白, 这竟然是一条通往地下密室的通道。 不一会的功夫, 他在某间密室发现了凶手策划作案的地方, 应该是在这里策划作案的。 小哥在这里还发现了, 他们下一个作案的目标地点。 此时, 他正准备离开这里, 然后通知李奥。 下一秒, 突然有人从背后偷袭了小哥, 并且向他体内注射了某种不明药物。 小哥瞬间感觉一阵眩晕, 随后就倒了下去。 这个搞偷袭的家伙, 还摆出了铺子, 真是弱得不堪一击啊, 你的伺主是没为保你吗? 那就让我替你教训一下他吧。 顶峰小哥的速度果然比李奥快了许多, 此时的他还坐在出租车上, 往酒吧赶了。 就在这时, 李奥收到了小哥手机发来的信息, 内容是, Silence 98的后面有个地角。 我在那里等你。 出租车司机一路花火加闪电, 不一会的功夫就赶到了此地。 李奥下车后, 看着密室入口, 犹豫了片刻。 随后, 就顺着楼梯下到了密室。 喂? 你在里面吗? 见没人应答, 他只好继续往前查找。 走了几步在一墙角处果然发现了小哥。 此时, 他正被五花大绑在椅子上。 李奥看到这一幕心急如焚, 你快醒醒啊, 怎么会被绑在这里? 这是晕过去了吗? 下一刻, 突然出现了一个小少妇点亮了蜡烛。 我还以为来的人是谁呢? 原来他是你的人吗? 李奥小弟弟。 李奥看到这身材不错的少妇, 瞬间就明白了什么。 原来, 刚才给我发短信的人是你。 你到底是何许人也? 少妇凑到他身边妩媚地说, 你猜猜看我是谁呢? 这一刻李奥被他整炸毛了, 别这么靠近我。 那我问你, 之前的那几件事都是你做的事吗? 你说的是猫咪妖怪吗? 还是最近的坠楼事件呢? 你让我想想还有什么? 得知这一切都是他捣的鬼。 李奥瞬间炸了, 紧接着就对他来了一记扫堂腿。 不料却被少妇躲开了, 别对女性这么粗鲁啊, 一点都不知道怜香惜玉。 我想差不多该起作用了吧。 下一刻李奥突然感觉头好晕, 就在他蒙圈时, 少妇又说话了。 这是我特制的药, 一种能压制能力的特殊气味。 不过, 这只对你这样的魔法师才有效, 我那魔法师可是很感兴趣的呢。 要不就拿你当我的试验品吧。 李奥此事根本来不及多做什么, 他只感觉自己的力量在一点点消失。 他非常清楚我的能力, 他究竟是谁啊? 就在少妇准备玩李奥的关键时刻, 空中突然飞来了一块石头。 少妇身手敏捷躲过了偷袭, 原来是严宁杀到了。 他告诉李奥是蝙蝠让他过来的。 李奥强撑着身体站了起来, 那胖子告诉你这些做什么? 你赶紧离开这里。 就在他们对话时, 少妇的表情阴沉了下来。 下一刻就向严宁冲了过去。 接着就一把抱住了严宁, 贴在了他脸上亲切地说, 哎呀好可爱啊, 还是个猫儿娘呢。 毛茸茸地萌化了。 少妇的这一举动就连李奥都懵圈了。 他奶奶的什么情况啊? 此时李奥猵圈极了, 你到底是谁? 今天我心情不错, 那就破例告诉你吧。 我是监管人, 我们的工作是监管所有非正常事件。 维持社会的正常秩序, 这是监管证。 李奥对他的证件有所怀疑, 要不然为什么还抓着人不放? 少妇抚摸着严宁说, 他这么可爱, 我还没抱过瘾呢。 因为最近非正常事件大量的涌现, 所以我是被派遣来调查事件原因的。 听到这话李奥不耐烦了, 不用你多管闲事, 我会摆平的。 别忘了, 你也是我们监管的对象, 只不过, 你的表现还算良好。 我本来以为可以在这里抓住真凶, 没想到却抓住了你的人。 今天还遇到了可爱的小猫咪, 你实在是太可爱了, 你跟姐姐一起回家好不好。 现在李奥把小哥解开了绳索, 此时他的脑瓜子嗡嗡的, 显然被少妇揍得不轻。 紧接着李奥强行从少妇手里夺回了严宁, 表示他也得和自己一同回去。 李奥让小哥继续侦查, 他便带着严宁离开了, 此时少妇还有些抑郁未尽, 居然丢下女士就这么走了, 一点都不绅士, 不过也没关系, 应该很快就会再见面了。 小可爱等着我, 他们回到地面后, 李奥让小哥重新选择调查方向, 严宁看着他们心想, 原来那个人并不是普通的快递员啊, 又是监管人, 又是社会秩序的, 我好像知道了不得了的事情了。 小哥走后, 李奥冲着严宁, 就是大喊大叫, 为什么要跟过来? 你想过那里可能很危险吗? 我好像想起来了, 是那只蝙蝠让你这么干的对吧? 他让我偷偷来看看情况, 说有情况在通知他, 是我自己没忍住, 所以就有了后面的事。 那家伙真是越来越过分了, 我非要好好教训他一顿。 这时, 蝙蝠突然打了个喷嚏, 好像有谁在酿我呢? 李奥那边没问题吧? 有小姑娘在, 应该就够了吧? 算了算了先不管了, 还是游戏通关要紧。 现在来到第二天, 严宁来到了公司, 他感觉好累, 正趴在办公桌休息。 结果, 蝙蝠还是受到了惩罚, 李奥把他的游戏全部没收了。 就在此时, 办公区内的靓仔们, 纷纷向老板的办公室看去, 嘴里还不停地怯怯自语。 他是星同士吧, 好漂亮啊。 那两个游荡锤可真诱人。 他们的话语声被严宁听到了, 这瞬间点燃了他的好奇心。 严宁看着星同士心想, 这背影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啊? 不料下一秒, 他就转过了身, 冲着严宁笑了笑。 看到这一幕严宁直接占毛了, 他是那个监管人。 紧接着, 少傅走到门口, 微笑着向严宁打招呼。 Hello小可爱。 随后, 少傅就来到了他身边, 严宁不耐烦地说。 这边那么多人, 你讲这么大声做什么? 也不知道注意点。 还有, 你为什么变成我同事了? 因为这样, 可以每天见你吗? 你的耳朵呢? 快便出来, 让我摸摸。 别胡说了。 我不喜欢开玩笑。 严宁说完, 就不耐烦地扭过头, 并提醒他公司很严谨, 希望他好好工作。 就在这时, 蝙蝠又给严宁发来了信息, 内容是, 香菇半斤, 速冻饺子十包, 还有十三箱一包, 飞鱼罐头适合。 就在严宁思索又要跑腿时, 少傅凑了过来, 并且看到了信息内容, 接着就要强行和他去买东西。 一小时后, 来到蝙蝠的老窝。 李奥正坐在沙发, 研究监管人指责指南, 蝙蝠在他身后, 想要要回游戏记。 李奥根本没尿他, 想玩游戏, 根本不可能。 下一秒, 这家伙竟然撒起了胶, 没有游戏, 我会死掉啊。 我必须要玩啊。 李奥还是没回头, 你不是才吃了十只鸡腿吗? 死不了。 这时, 李奥问蝙蝠, 监管人指责指南上写着, 监管人有权制裁 扰乱秩序的魔法师。 这是真的吗? 不料蝙蝠生他的气了, 无论李奥怎么问, 他都不说话。 下一秒, 李奥直接炸了, 你这个死胖子, 叛逆气到了是吗? 就在这时, 红发少傅一脚踢开了门, 严宁被这一举动吓怀了。 这少傅的脸皮, 简直比城墙还厚, 他来到李奥面前, 我给你们带东西来了。 就在李奥准备发火时, 蝙蝠开口了。 是我叫来的, 因为家里没吃的东西了吗? 不过, 我没想到小叶回来呢。 好久不见哦, 我们给你买了很多吃的。 这一颗李奥再也稳不住了, 原来你们认识啊?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也没问啊, 所以我就没说呀。 蝙蝠直接把李奥整得没了脾气, 另一旁的少傅又开始作妖了。 既然大家都彼此认识了, 那就帮我一个忙吧。 最近我经费比较紧张, 需要找地方住, 我看这里就很不错。 听到这话李奥又炸毛了, 什么? 你居然想住这里? 本来我最初是这么想的。 不过现在我又改变主意了, 我要住小可爱家里。 下一秒李奥怒对少傅, 不行, 你这个人不可靠, 他要是出了什么事会很麻烦的, 我已经够忙的了, 别来给我添乱。 就在这时蝙蝠啃着牛腰子说话了, 你就让他去住吧。 小叶他不会乱来的, 这一点你就相信他吧, 留他在身边也是有好处的。 说不定他手上有我们想要的情报呢? 得到了蝙蝠的认可, 少傅开心地抱住严宁就是一顿啃, 他欢喜过后说道, 我这里有很多神秘的事件哦, 你是喜欢听这些吧? 我们如果住在一起, 我会讲给你听到。 听到这话, 严宁表情愣住了, 下一刻便答应了他一起住。 少傅见他接受了和自己同住, 随后拉起严宁就跑了, 那速度犹如火箭。 现在到了晚上, 少傅累了一天, 正在浴室哼着小曲喜香香, 严宁则是趴在床上写日记, 莫名地多了一个室友, 一个人住久了, 有个伴儿也许是个不错的事。 就在他写得认真时, 少傅洗完澡, 竟然来严宁房间了。 他没有敲门, 进来后喊了一声小可爱, 不料却把严宁吓了一大棒, 就连猫耳朵都冒出来了。 你进来做什么? 你的房间在隔壁。 就在严宁的话刚当落音, 少傅突然向他扑了过去, 表示自己要在这里睡。 严宁被他压在身下动弹不了, 就在此时他闻到了一种不知名的味道。 下一秒突然感觉好困, 紧接着就睡了过去。 这时少傅在他耳边说道, 这是能帮助睡眠的香味, 明天起来精神才好。 第二天早晨, 严宁早早地就去公司上班了。 因为走得匆忙, 手机落在家里了。 下一秒手机铃声响了, 是蝙蝠打来的。 少傅晕晕乎乎地拿起了手机。 喂,丫头, 你现在速度去给我买游戏。 少傅听出了是蝙蝠, 接着就不耐烦地说。 严宁不在家, 他手机忘了带。 那你也行, 快去给我买游戏。 听到这话, 少傅也不惯着直接怒怼。 我又不是你跑腿的, 你自己想办法解决。 少傅说完就挂了电话, 而另一边的蝙蝠却快受不了了。 我要淡定, 该怎么办呢? 我可以忍一忍的。 啊, 我已经快十二个小时没玩游戏了。 李奥那家伙到底把游戏藏哪了? 我一个都找不到, 还是自己去买吧。 不过在出门之前, 还要做点准备。 蝙蝠随后从药瓶里取出了一枚药丸。 这药效的实现是三个小时, 接着他就吃了下去。 随后, 他就变成了人类的模样。 片刻后, 他穿了件外套就出门了。 由于很少出门的, 他对方向别变不轻。 在导航的指引下, 十分钟后, 他就来到了电玩时代。 很快时间过去了两个小时, 根据这小子的秉性, 他不轻易出门。 但是今天出来了, 肯定是玩过了也。 并且在他回去的时候, 还不忘带走大量的游戏卡。 这下可以回家慢慢玩了。 正在他得意的时候, 身后突然走过一位打伞的男人, 与他擦肩而过。 下一秒, 蝙蝠就突然愣住了。 就连他最最喜欢玩的游戏都丢在了地上。 显然他是想起了某个厉害的人物, 那个打伞的人士。 蝙蝠看着那个打雨伞的人, 似乎想到了什么。 随后, 他就悄悄地跟在那人后面。 不一会的功夫, 那人突然就没了。 下一秒, 他竟然出现在了蝙蝠身后, 你居然跟我到这里来了。 蝙蝠反应迅速, 立刻就跟他拉开了距离。 你还存活在这个世界上啊, 你这个肮脏的生物。 这时, 蝙蝠紧张地流下了汗水, 显然是胆怯了。 不料下一秒, 蝙蝠突然变成了原形, 原来是他的药效导时间了。 随后, 那个神秘人对他就是一顿嘲讽。 哈哈哈哈, 这样就对了吗? 畜生就该有畜生的样子吗? 算你运气好, 我今天不想打架, 你就老实待着吧。 现在蝙蝠刚大极了, 心里在想, 他真的是当初那个少年吗? 下次应该还会再见面吧? 不过现在的问题是, 我该怎么回去呢? 现在来到另一边, 李奥正在被媒体记者采访, 因为他是最著名的魔术师, 记者采访就是家常便饭。 就在采访即将结束时, 他的手机突然响了, 原来是蝙蝠打来的。 李奥, 出大事情了。 事情是这样的, 你快把药给我送来吧。 挂断电话后, 李奥还有点不情愿, 真是的, 敬给我添麻烦。 因为李奥是公众人物, 所以平时出门会简单单包装一下自己, 避免被粉丝发现, 遭到围攻。 下一秒他戴着墨镜和口罩, 出现在了蝙蝠身后, 他这身打扮, 直接把蝙蝠下了一大棒。 你穿这身形头, 我还以为是抓流浪动物的呢? 李奥没有和他废话, 随后直接把药瓶丢了过去。 蝙蝠也没墨迹, 接着就拿出药丸吞了下去。 接着就开始了变身试刻。 下一刻李奥看到他的样子, 直接蒙圈了。 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蝙蝠看着药瓶子, 大概是药王过期了吧。 算了, 你现在能动了对吧? 快回家去吧。 这时, 蝙蝠跟在李奥身后, 叫住了他。 我游戏丢地上了, 要去重新买。 此话一出, 李奥瞬间怒我。 你居然还敢说, 在惩罚期还敢买游戏? 你给我老实点, 休想再去买了。 不料李奥在怒斥蝙蝠时, 声音过大, 引来了一群路人。 他们纷纷指责李奥太过分。 竟然在大街上骂小孩。 李奥生怕被路人认出, 接着就让蝙蝠回家再说。 没想到蝙蝠却不安常理出牌。 下一秒, 他就开始嚎啕大哭, 爸爸醉坏了。 说好要奖励我, 给我买游戏的。 现在又不买了。 他试得大骗子。 这一下李奥瞬间蒙圈了。 路人都在指责他的过分行为。 李奥和蝙蝠的争吵引来了许多人围观。 不料严宁也被吸引了过来。 前面发生什么事了? 没想到严宁刚刚露头, 就被蝙蝠看到了。 下一秒就冲他跑了过去。 接着就抱住了他, 还不停地喊妈妈。 这突然蹦出个儿子。 严宁连忙解释, 小朋友你认错人了。 接着, 蝙蝠就小声地告诉了严宁自己的身份, 并且要他配合一下自己演戏。 妈妈我们一起走吧, 爸爸每次都说话不算数, 你回家好好教训他。 还有他上次背着你在外面搞女人。 此话一出, 李奥瞬间炸毛了。 为了让他闭嘴, 立刻答应了给他买游戏。 说话时, 严宁也听出了他的声音。 一个小时后, 李奥无奈之下给蝙蝠买了游戏。 蝙蝠跟他俩说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样说来的话, 那蝙蝠先生是为了帮忙寻找幕后黑手, 所以才变成现在这样的吗? 他分明是老年痴呆, 吃了过期的药材这样的。 现在来到第二天早上, 李奥回到了公司。 他的小蜜走了进来向他汇报工作。 李奥先生, 这一周的日程也安排好了。 还有, 这是本次主办方给您的音乐会VIP邀请帖。 李奥接过音乐会的邀请帖心响, 把那个傻丫头带去, 提高一下品位也不错。 就在这时他的手机叮铃叮铃地来电话了, 是少傅打过来的。 李奥接通电话, 喂, 哪位? 下一秒就听到那边怒火冲天的。 喂你个头啊, 你把我的小可爱带哪去了? 原来少傅一大早就跑去李奥家里要人了。 这时, 蝙蝠还躺在摇篮没有起床。 此时李奥还有些懵圈, 你到底在说什么呀? 严丁不是在你家吗? 别再给我装傻了。 昨天有人送花过来, 上面写着送我最可爱的小情人。 那卡片上的字绝对是你写的。 然后今天一大早就不见人影了。 什么小情人啊? 我也没送什么花。 他也没在我这里。 少傅情绪激动, 李奥给他解释了半天, 说人不是他带走的。 接着就让少傅问问蝙蝠, 说他可能知道。 喂, 胖子, 你快告诉我小可爱在哪儿。 我也不知道啊, 你之前不是给了他一条感应GPS项链吗? 这蝙蝠有点无力不起早。 他告诉少傅, 说查起来会非常麻烦。 这少傅知道他是什么货色, 接着就说, 你要是找到了, 我就给你买一台进口游戏机。 没想到少傅的话刚刚落音, 胖子就找到了。 少傅拿过平板后, 就有点懵圈了。 小可爱跟一个不明身份的男人在一起。 臭男人, 不许靠他这么紧。 蝙蝠提醒他, 你对着屏幕喊也没用啊。 下一秒, 少傅告诉李奥, 地址在南山, 李奥问他想干什么。 这还用问吗? 当然是去跟踪他们。 少傅急得不得了, 随后就挂断了电话。 李奥似乎也有点生气了, 跟一个陌生男人在一起, 还真是个白痴。 半个小时候, 少傅乔装打扮了一番, 就来到了南山。 他悄悄跟在后面, 小可爱没事吧? 是不是脑子被驴踢了? 居然像天使一样。 笑得这么开心。 少傅见他和那个男人有说有笑, 瞬间极度心爆棚, 那个可恶死男人到底是谁啊? 下一秒, 突然有人扔过去一个一拉罐, 正好砸中老男人。 少傅看到这一幕, 直接开心坏了。 那个罐子是从哪里来的? 不过干得漂亮。 看看是哪个好心人干的? 人在哪呢? 随后, 少傅就看到树从后面, 有个戴鸭舌帽的人, 并且空中还漂浮着一个一拉罐。 没想到, 这人竟然是李奥, 他也忍不住好奇地赶了过来。 这个白痴, 自我保护意识实在是太差了。 李奥越想越气, 决定再扔个一拉罐提醒一下。 就在这时, 少傅突然出现, 果然是你啊李奥, 扔得不错吗? 你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少傅称, 和他是同一战线, 问他, 还需不需要罐子。 此时李奥感觉面子上有点挂不住了。 随后就说, 自己是来散步的, 不明白少傅在说什么, 接着就要离开。 就在这时, 他们听到那个老家伙说话了, 差不多该回酒店了, 你要不要一起来? 我想和你多聊聊天, 不会耽误你什么事吧? 不耽误, 我也想多看看你呢。 听到他们的说话内容, 李奥和少傅再也忍不住了, 下一秒就冲了出来。 少傅听到, 他要带自己的小可爱去酒店, 这就令他气不打一出来, 死死地勒住了那个老家伙。 下一秒就开始怒斥言宁, 你老实点, 我们是担心你被他骗那小可爱。 你居然还想跟个陌生人去酒店, 你是不是疯了? 这时, 少傅就开始怒斥老男人了。 你这家伙带着小可爱来这么远的地方, 究竟想做什么? 不说我饶不了你, 就在他们各个剑拔弩张之际, 严宁爆出了惊天大雷, 他是我爸爸呀, 快放开他。 此话一出, 少傅瞬间粘罢了, 接着就放开了严宁父亲。 下一秒, 严宁连忙向前关心老爸, 并且告诉他, 那两个是自己的朋友。 少傅眼看着老家伙, 真是严宁的爸爸, 直接炸锚了。 接着就向老颜鞠躬道歉, 老颜通情达理地说, 没关系的, 你们也是担心小宁才这样的吧。 还有那位先生, 你就是小宁说的那个变戏法的吧? 你叫我伯父好了。 老颜对李奥和谐可亲, 一番交流过后, 他就准备回酒店了。 有你们在我就放心了, 那我先回酒店了。 小宁你不用送我, 你跟他们一起回去吧。 老颜走后, 少傅就调侃李奥。 李奥小朋友, 我看严先生好像对你青睐有加呀。 大概是看成未来女婿了。 此话一出, 一旁的严宁炸锚了。 接着就要解释一番, 少傅把他拦了下来。 有我在, 是不会把你交出去的。 所以, 女婿什么的, 就见鬼去吧。 李奥全程黑脸, 根本无法接话。 十天后, 严宁走在参加李奥表演会的路上。 李奥的秘书告诉严宁, 因为上次的音乐会, 严宁没能去城, 所以给他送来了一张李奥的表演门票。 作为上一次没去城演唱会的弥补, 这时李奥的车子到了会场门口。 下一秒下车后, 他英俊的面孔赢得周围妹子的一阵欢呼。 他走路带风, 把气场这一块拿捏得非常到位。 严宁看到这种场面感觉有点意外。 真没想到有这么多人, 看来果然很受欢迎啊。 我的位置在最前排呢, 对我还挺不错呢。 五分钟后, 国际魔术师李奥上台了。 欢迎各位来到我的魔法时间。 今天的开场有点特别, 我会从中挑选一位幸运观众。 与我共同合作一些小魔术, 那么这位幸运的观众就是你。 果不其然, 严宁被选中了。 此时他还有些蒙圈, 下一秒李奥就走到了他面前。 这位可爱的小姐, 请上台来。 李奥不愧是最著名的魔术师, 在他接近严宁的一瞬间, 哗啦一下严宁的衣服和发型。 就像是被精心打造过的一样, 瞬间换了一个形象。 随后严宁问他, 李奥先生, 你这是打的什么主意? 李奥没有回答他, 就说了一句, 照我说的做。 下一秒严宁就神奇般地漂浮在了空中, 李奥让他在空中自由地行动。 紧接着, 严宁的表情突然就变了。 没想到, 他竟然飞速上升, 瞬间飞出百米开外。 眼前这一幕, 就连李奥都有点蒙圈了, 怎么会不受控制了? 这是怎么回事? 李奥为了控制场面淡定地说, 这位小姐, 你不要紧张。 只是飞得高了一点, 让我接你下来吧。 没想到李奥还没出手, 严宁在空中就开始了飞速转圈圈。 这时, 李奥瞬间察觉到了不对劲, 难道说有人在捣鬼? 紧接着, 他就竖起了耳朵, 细细地筛查附近发出的每一点声音。 果不其然, 随后就发现了一名可疑的女人。 不料那女人也发现李奥在向她走来, 下一刻就溜了。 就在这时, 李奥听到了严宁的惨叫声。 此时的严宁在飞速地坠落。 下一秒又突然停住了, 接着又开始急速坠落。 就这样反复几次之后, 严宁突然神奇般地出现在了李奥怀里。 他们站在台上赢得了台下一阵欢呼, 尖叫声不断。 这时严宁看着她说道, 你这是在捉弄我吗? 刚才我还以为自己要没命了。 此时李奥的眼睛, 在看着刚才捣鬼人藏匿的位置。 我一定要抓住你, 给我等着。 十分钟后表演结束, 嘉宾们也逐渐离开。 此时, 严宁在场外和观众们聊起了天, 李奥看到后却炸毛了。 结束了就快点回家。 别到处瞎逛, 知道了吗? 此话一出, 严宁感觉还有些委屈。 邀请我来看, 又急着赶我走, 真是搞不懂她。 就在观众们刚刚离开, 不料这里又响起了音乐。 此时台上竟然有个小妞在跳舞。 下一秒, 李奥从灯塔上一跃而下, 站到小妞身后问道, 你是什么人? 刚才的事是你做的吧? 魔术师先生, 我也是你的粉丝啊。 很崇拜你的哦, 刚才你表演得很精彩吗? 此话一出, 李奥瞬间被气炸了。 接着, 就冲着小妞走了过去, 伸手就要抓住她, 没想到被这小妞躲开了。 最终, 小妞还是没逃过李奥的手掌心, 随后, 她就被吊了起来。 下一秒, 李奥看着伪装的工作人员说道, 这座城市, 应该没有其他的魔法师才对。 你说是吧? 小燕! 我如此天衣无缝的化妆, 竟然被你识破了。 我早就发现了好吗? 之前我在这片区域, 一直察觉到有魔法波动, 有跟踪过她。 不过, 总部发来的资料显示, 她就是个普通人。 啊? 她哪里像个普通人? 这时那个小妞说话了, 那个阿姨你好啰嗦, 一来就说个不停。 少傅见有人叫她阿姨立马就怒了。 谁是阿姨? 叫小姐姐。 哼, 你才不是小姐姐? 刚才那个小姐姐才好玩呢? 此话一出, 李奥瞬间确定了。 刚才捣鬼的人就是她, 刚才果然是你, 差点出人命了呀。 小妞称, 自己就是无聊闹着玩, 紧接着她的肚子开始了咕咕叫。 下一秒, 她就开始做选择了。 点点滴滴, 看看是吃谁。 啊哈, 果然还是选小哥哥吗? 你一个人在那滴滴咕咕什么呢? 我, 在, 说, 我饿了要吃饭。 这小妞的话音刚落, 就冲李奥飞扑了过去。 在被偷袭的瞬间, 李奥反应迅速, 瞬间使出了无影脚。 可这小妞也不是吃素的, 她竟然躲了过去。 下一秒, 她就咬住了李奥的脖子。 情急之下, 少妇直接使用狮子吼弓, 放开她。 没想到, 又被小妞躲过了。 真是的, 最讨厌别人打扰我用餐了。 就在这时她的电话响了, 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下一刻转身就溜了, 哥哥叫我回家了。 阿姨拜拜, 那小妞出手还挺狠, 都把李奥整得昏迷不醒了。 李奥昨天被少妇连夜送到了医院, 经过一夜的时间, 现在她刚睁开眼睛。 就看到蝙蝠在她面前, 李奥看到她还有些纳闷, 你在干什么? 我的身子怎么动不了啊? 蝙蝠压着她说道, 本来是想趁你睡着的时候做的。 她的话刚落音, 就向李奥的脖子咬了上去。 此时李奥瞬间炸毛, 你个老家伙到底在干什么? 片刻过后, 李奥感觉稍微有点力气了。 这时她才有点明白, 蝙蝠是在救她了。 不料下一秒, 蝙蝠就有些不对劲了。 她的眼睛突然瞪得很大, 并且抓住了李奥的手。 此时李奥也察觉出了不对劲, 你想干什么? 快停下! 不好! 这家伙很久没开婚了, 这么下去我就真挂了。 想到这里, 她使出吃奶的劲, 腾出了一只手, 接着就捂住了她的嘴, 使出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将她推开。 随后李奥就发出了严重的警报, 你要是继续失控, 我会杀了你。 这少妇看热闹不嫌失大, 还在那拍照, 李奥看着她说道, 我康复之时, 就是你丧命之日。 蝙蝠恢复理智后告诉李奥, 现在你能动了, 说明你体内的毒素已经清楚了。 我昨天被那丫头给咬了, 我听小叶说她只是个伪劣品, 她的能力是天后被人赋予的, 但是什么人才能同时, 赋予魔法师和吸血鬼的能力呢? 李奥的话, 瞬间让蝙蝠想到了些什么, 不过她自己也不能确定是不是, 所以也没有告诉少妇和李奥。 随后, 她就先行离开了。 少妇看着有点奇怪, 但又不知道哪里奇怪。 下一秒她告诉李奥, 魔法的波动断了, 也没查出那丫头的落脚点。 眼下毫无头绪, 少妇也离开了医院。 这时, 严宁在赶往公交站台, 昨天那个咬李奥的小妞, 在跟踪她。 严宁在等公交车时, 那个小妞就在她身边, 还闻到了她身上有种奇怪的味道。 五分钟后, 公交车到了。 就在上车的时候, 那小妞故意撞到了严宁。 她也没当回事, 直接让她站在了自己身边。 下一秒, 这小妞就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随后, 公交车的手拉环就来回晃动。 接着, 有位长相精致的帅哥没站稳, 一把摸到了严宁的胸部。 紧接着, 她就像被人控制了一样, 根本无法正常站立, 来回地晃悠。 下一秒, 就一头扎在了严宁怀里。 这突发的状况, 竟然把她的猫耳朵都吓出来了。 此时车内的人都对她指指点点了起来, 那个人的头上长了什么呀? 严宁却被刚刚这突如其来的状况, 搞得不知所措。 就在这时, 那个小妞拉住了她, 接着就慌慌张张地下车溜了。 不一会的功夫, 他们就跑到了一处空旷地带, 严宁累得气喘吁吁。 下一刻, 严宁想解释什么? 不料小妞先开口了。 嘻嘻嘻, 姐姐我不怕你。 此时严宁正要准备离开, 小妞提醒道, 你的耳朵还没有收回去呢? 就这样走, 没关系吗? 小姐姐给你吃糖, 我每次紧张的时候, 哥哥就给我吃糖。 她拿着小妞给的糖犹豫了片刻, 下一秒就吞了下去, 随后她的耳朵竟然消失了, 而且身体也镇定了下来。 严宁还有些纳闷, 接着就问小妞, 小妹妹你是怎么知道? 我的耳朵只要冷静就没有了。 因为我是魔法师啊。 此话一出, 严宁心想, 她居然也是魔法师吗? 就在这时, 小妞就要和她交朋友, 问严宁以后可不可以找她玩, 因为是刚刚认识。 严宁没有立刻答应, 就在她犹豫时, 小妞居然说出了她的爱好。 兴趣爱好, 科学研究, 用科学解释超自然, 小姐姐难道不想怎么去除耳朵吗? 我没什么朋友, 就想找个人说说话。 就这样, 小妞拿下了严宁, 并且约定了明天在蛋糕店见面, 给她将魔法的事情。 严宁走后, 小妞开心坏了。 哈哈哈哈, 她可真好哄啊, 真不知道哥哥一天到晚, 看他们几个的资料有什么好玩的。 这时间很快就到了第二天, 严宁和小妞来到了蛋糕店见面, 她把小妞喂饱后, 就开始问问题了。 那我就继续提问了, 你们的能力不是凭空有的。 对啊, 我们只是控制了, 空气中看不见的东西而已, 我们称之为爱沉的东西。 嗯爱沉是吗? 这么说, 世界上还存在没有发现的物质, 这可是大新闻。 能具体讲讲吗? 其实我也看不见爱沉, 不过能感受并控制她, 让她严身聚拥什么的。 严宁问了半天, 也没有什么重大发现。 这时小妞开始套她的话了。 小姐姐, 你跟我说说李奥哥哥的事吧? 李奥啊, 其实我也并不怎么了解她。 她这个人一会高冷, 一会又莫名的热情。 有时候对我也很凶, 不过她是一个好人。 是吗? 小姐姐, 你说起李奥哥哥的时候, 好像很幸福的样子呢。 就在她们聊得正热乎时, 对面不远处正有人在盯着她们。 这人就是蝙蝠, 她看着小妞心想, 果然是找最容易上手的猎物。 不一会的功夫, 她们从蛋糕店走出来了。 蝙蝠还在悄悄地跟在她俩身后, 下一秒, 小妞的哥哥给她来电话了。 喂? 哥哥, 我在和小姐姐玩一会吗? 哎, 真的吗? 谢谢哥哥。 我这就回去。 小妞挂断电话, 就拉着严宁准备回家, 因为她们是第一次见面。 严宁感觉贸然去她家里非常不好。 紧接着就拒绝了小妞的邀请。 她们约好了三天后, 再去蛋糕店见面。 严宁再回去的路上心想。 刚才有一瞬间, 我怎么觉得她的表情有点吓人呢? 就在这时, 那小妞的眼神瞬间变得很吓人。 偷偷地在看我, 是谁在那里? 我看到你了, 快点给我出来。 藏起来了吗? 没想到这小妞的魔法, 竟然这么厉害。 轻轻一出手, 整个房子的物品, 全部漂浮到了空中。 即便是这样, 她也没发现什么可疑的人。 这时她才意识到, 可能是自己想多了。 随后就离开了。 下一秒, 蝙蝠就从锅里冒了出来。 还好我反应, 不然就打草惊蛇了。 不一会的功夫, 小妞就来到了一处别墅区。 蝙蝠也跟踪她到了这里, 直到她进家门。 我终于找到你了。 看来你这日子过得很好啊。